最近美国国税局宣布 全美约有94万人还没有申领 2020年度的退税 这笔款项的总金额高达10亿美元 每人退税金额平均932美元 其中加州有超过8.8万人还没领取 平均每人是835美元 根据联邦税法 纳税人有三年期限把退税领走 如果没领就会自动归给美国财政部 但2020年是因为中共病毒疫情 退税申领的截止日期 才被多延后一年到今年的5月17日 国税局鼓励纳税人赶快整理记录 才能在截止日期前申领 如果有缺少任何表格 纳税人要联系雇主、银行或其他支付机构 或使用线上工具获取明细 不过如果纳税人没有申报2021年度 或2022年度的税款 也可能导致2020年度的退税被保留 用来支付任何欠国税局或周税机构的款项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安琪综合报道